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KX看股 今天是1月10号哦 今天KLCI 有点小反弹 不过那个大局还是不是很美啊 那个啊 情绪还是跌的 还有就是今天啊 那个科技股大跌 手套股有大涨哦 所以我们等一下进去看一看啊 看免着声明一下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仅处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因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OK 首先不要忘记哦 点阅点赞 分享和留言哦 支持一下这个视频 啊OK 我们首先我们看KLCI KLCI今天蛮不错 有一个小反弹啊 看来这条线还是能撑 我们有这条支撑线哦 这条支撑线还是有效的 他撑在这边上 他的上升局还是很美啦 暂时还是OK 没有问题 看一看大局 情绪44不是很好 上升股382下跌股479啦 今天情绪不是很美啦 但是KLCI有脏一点 但是今天量蛮大3.827 这个是蛮大的量啊 这个早上的量已经赢过我们很多天的 整天的量量2点多2点多2点多3点多 这个已经早盘已经3.8很大的量了 可能可能今天是炒又是找手套了啊 手套有脏哦 我们看一看啊 消费掉了掉了0.2 工业上了0.4啊 所以工业还是蛮美啦 有上建筑上了0 掉了0.4 科技今天大跌 美国一直在跌啦 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啊 这个科技科技股 如果你手上收着科技股 然后我有放stop loss 他全部到了stop loss 也许放了先啊 也许放了先啊 因为啊 现在那个局部美还有美国一直要啊 什么啊 要起那个interest rate啊 所以这个可能对那个科技股会有影响啊 啊 所以啊 金融还是上啊 所以我们最喜欢玩的就是这两个暂时 所以他们很steady的啊 慢慢的涨啊 不用一下快快的涨 慢慢的涨也是没问题啊 不用一下的涨 你涨的越快就跌的越快啊 所以这个慢慢的涨我们慢慢的熟 啊 啊 房产掉0.02 中指 掉0.12 arity 掉0.01 啊 能源掉0.36 这个手套不错啊 1.58 今天反弹 啊 电信上了0.13 啊 运输上了0.36 啊 所以电gas utility上了0.57 啊 ok 我们看一看今天啊 啊 啊 有动力的股啊 ksm ksm 啊 如果你放了也ok了啊 如果没有放了这个不是很稳 ksm iancredit INCREDIT继续有上 INCREDIT已经到目标了的 在目标那边啊 如果你要套利也是可以 WOOD LEARN 这个今天这些 这些 这些做这些木的啊 突然间大账啊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有什么大新闻啊 我没有看到 啊 WOOD LEARN 大账啊 这个Woodland 这time bill了 这个已经追不到了啦 你看他 他横盘了蛮久的 一下大仗 这个追不到了 这两天的仗已经60多巴仙 这个追不到了啦 你看他仗60多巴仙 一下就大跌了 这个会不会60巴仙 一下大跌 我不知道 可能他还能继续再肥 这个你要面对 你走进去 你再跳进去 你要面对的就是 可能你会跌 5-60巴仙 两天 两三天 可能你会跌 可能他也会涨5-60巴仙 这个蛮大小啦 你要追不都不可以 你也可以试试吧 对我来讲 这个蛮大小 我是不会追啦 team bill也是 这个也是Wood的 也是做Mood的 突然间一下大跌 25巴仙 这个我也是不敢追啦 已经超卖了啦 这个可能还会肥 好像这边这样 把它很波动 你追进去 风险很高啦 不想不可以 你可以追把风险很高 你追进去 止损在50.54巴仙 如果他掉下来 你会要 你会 你要 你要拿20多巴仙的风险 这些我是不敢追啦 这些 Mood的 做Mood的 不是不是啦 可能我不会玩这些股啦 不是讲这些股不好啦 可能我不会玩这些股啦 所以我是比较少玩这些股啦 是玩我都是玩那几个搭那几件啦 I'm not evergreen啦 什么 那几件啦 做Fiberboard 那几件啦 那我们看一看 这个 这两个 这两个我不敢玩 太夸张了 还有谁喔 今天 Hong Leong Bank Hata P Matter CAMB 还有谁不错啦 这几个有亮 也有针也有亮 这个阶段也是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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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阶段也有赞喔 Kin是逃命波 Badini Badini也许 Badini可能明天可以看看 Badini有点反弹 MSM看一看喔 Scomnet看一看 Dakaf 我们讲了那天啊 Dakafox是Loudi 长期 Affin可以看一看 啊 XP Sertier 已经讲过了啦 XP Sertier 也是 也是首长期啦 XP Sertier TOPGO Supermax Comfort McGlin OK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几个先啦 还有 还有几个我们看下午 看它怎样先 我们讲这几个先 UWC Affin Hong Leong Bank P MatterCNB MSM Hata 先不要扔这两个奖了 我们看一下UWC UWC 可能要止损了啊 UWC冲了一轮 把现在跌回下来 看来它没有 没有Lead了 它好像是做了 很危险的 它做了一个 下跌通道了 我觉得 很危险 这个 它明天继续的跌 可能你要逃了 RSI也不美了 跌破50了 然后美国 美国的科技板 又是大跌了 所以这个要继续再跌 明天啊 放了先啊 这个放了先 这个不成 这个放了先 其他的也是啊 其他的那个 啊 啊 科技股啊 尤其是做这些 半导体这些 如果是 继续大跌的话呢 可能要放了先 看看 看明天后天怎么样 看明天怎么样 如果明天它能撑回上去 还可以 如果明天继续跌 这个不要玩了 所以今天银行股 开始来了 Affin Affin Affin突破了 所以Affin可以是 Affin有目标 2.0 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 2.25 这个是 所以啊 Hollyon Bank目标 有20多巴仙 这个蛮不错 这个Affin Affin 今天突破了 Hollyon Bank也是 Hollyon Bank突破了 今天它已经confirm了 它突破前几天 它还在这边 整档哦 上上上下 整档 今天它已经吐上去了 所以看来这个 Hollyon Bank也是 也是ok CNB跟 UOB 两个目标 我们看 Hollyon Bank这边呢 有也是有的 如果它到这边 到UOB有26% CNB呢 那天我讲不要追 看到它动力 现在可以试试啊 因为它这边有支撑 Hollyon Bank CNB要追呢 可以放5.41 它跌破5.41 它跌破5.41 可能你要淘了 止损放在这边 啊 CNB1023 CNB呢 目标在6.2 这边啊 暂时放在这边 10% 10% MSM 5202 这个逃命波来的啊 这个因为它是还是在下跌趋势 它还是在下跌趋势 这个是逃命波 所以这个呢 暂时有机会逃 逃了先啊 我不觉得是可以进去玩 H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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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间是比较强的 那天我讲Hatta 跟Gosan 是比较强的啊 看它的走势啊 所以如果你玩手套股 这两个 跟TOPGLO还是OK啦 所以Hatta 你看它反弹蛮多啊 我看它应该 Hatta 可以慢慢的涨啊 不用新闻 它也能慢慢的涨啊 不用那个 变种新闻 我看它也能慢慢的涨 可能可以到这边来了 06.7 看它 这个还有机会 这个继续收 Hatta 看它的走势 应该也是会慢慢涨 可能可以来到这边啊 2.5 可能有机会了 慢慢 继续收啦 这个啊 我们有放止损 记得止损在1.73 它没有跌破止损就可以了 1.785 它没有跌破止损就可以了 这些可能有机会 慢慢有一点 可以玩啊 这个 这两个玩一点点可以 暂时看来好像可以玩一点点 它 它不用新闻 我看它也有一点动力 会慢慢涨 因为这两个是比较稳定的 TopGLO和Supermax 它有很多 被美国那边操纵 操纵 所以美国 设了这个Supermax 设了TopGLO和Supermax 设了TopGLO和Supermax 这两个是比较危险的 这两个它没有这样多 问题 所以它 基本面还不错 看来它 这个 这个不是靠新闻 靠它的自己基本面 慢慢的上 这个 这个 如果你们进了的 可以熟 这个看来不错 它走势 不错 你看 TopGLO还是横盘的 还是在这边 震荡 这两个它是慢慢的上的 它可散 它是慢慢的 你看它是慢慢的上 它可散 你看它是慢慢的上的 它不是在横盘的 它们是比较强 Scomnet Scomnet Scomnet突破了 这个 这个这边 在这边 横盘突破了 现在又跌回下来 这个蛮波动的 你要玩 只剩下1.9暂时 OK 今天讲就到这里 所以不要忘记下午还有视频 拜拜